还记得元祖玉女林慧萍吗 外表神四林凤娇歌声又如凤飞飞 当年被誉为台湾版的宗田圣子 出登场就是林家小女孩的清纯形象 唱歌时文文静静的 还有人说她是最不像歌星的歌星 在歌坛界打滚了39年 留下许多快智人口作品 经历过婚姻情场的淬炼 至今依旧享受单身 据TVBS报道 林慧萍推出首张专辑 往昔就大卖百万张 后来又以秦南枕再创高峰 经典歌曲鼠不完 像是倩吟走在阳光里可以勇敢可以温柔等等 10岁那年父亲去世 林慧萍的妈妈拉伐四孩子长大 她排行老三 常常替妈妈分老解忧 十分孝顺 高中联考后 她得到妈妈送的吉他 从此开启了她对音乐的热爱 她无师自通 学着自弹自唱 还担任民歌社社长 有次去台北参加民歌演唱会时 被一位老师发现是可造之才 签约进公司训练 和乖乖女形象相反 林慧萍的歌声浑厚稳健 连凤飞飞舞一间听到她练唱 都称赞说 这小女孩一定会窜起来 林慧萍也始终铭记她所说 要在这一行出人头地 一定要有吃苦的决心 比起如日中天的事业 林慧萍的情史就比较坎坷了 她曾和综艺大哥大张飞交往五年 带着对方儿子去看电影才曝光恋情 两人一度论及婚嫁 则料最后却分手 她嫁给了资深媒体人潘伯照 并非往美国定居 是大家眼中的恩爱夫妻 在她出道20年演唱会上 老公还现身念歌曲口白 虽然膝下无子却获得幸福 然而 这段婚姻也仅为19年 对于离一主因外界多有传闻 指出男方劈腿女助理 但林慧萍为老公博士力挺 强调是双方个性不合 也坦言自己是不及格太太 两人分开后依然是朋友 后来 她和王志平短暂交往一年多 自此空窗多年享受单身 一个人也蛮不错 我一个人很快乐 就算在路上看到恋人成双成对 也不会羡慕 林慧平任了不再婚 她不适合婚姻 喜欢宅在家看书 看电影 陪陪家人 目前很享受现在的生活节奏 而最近一次公开露面 正是她举办《一朵盛开的花》演唱会 带着歌迷回忆一首首名曲 台下观众听得如痴如醉 连同其玉女歌手金瑞瑶也到场支持 《一朵盛开的花》 《一朵盛开的花》 《一朵盛开的花》